我的姐妹们 这个六长针一锁针 我总共勾了九圈 九圈勾完以后 我这个帽子的帽高是16厘米 然后我这里又勾了四圈这样的短针 总共加起来是17厘米 这四圈短针大家注意 我是怎么勾的呢 我就是在长针上面 一针对应针的勾了六针长针 然后这个锁针我就没有勾 因为我这个帽身呢 稍微有一点点偏大 因为我的手比较松 所以我在这一第一圈 短针的第一圈我收了针 所有的锁针我都没有勾 全部是勾的这个长针 这样勾好以后呢 在每个长针上勾一针短针 勾好以后我又勾了 不加不减勾了四圈 四圈它的高度呢 现在是17厘米 现在我们开始加针了 大家可以先勾一圈短针 勾一圈短针 然后在头上试带一下哈 因为每个人的手法不一样哈 我不能说你跟我一样 反正有些头会大小什么自己调整哈 我们这一圈呢开始加针 加针我们第一针 给它扣一个接号扣 这一圈呢我们是隔三加一 第二针 第三针 好的 第四针我们加一针 好的 一 二 三 第四针加一针 这样呢我们每一组是五针 因为我们最后的 冒岩的最后两圈 它的花形呢是五针为一组 大家自己把这一圈给它完成 隔三加一勾短针 然后再不加不减的勾三圈 我们开始勾这个花边 好不好 好的姐妹们 我这个不加不减的部分 我们我勾了隔三加一以后 又不加不减的勾了两圈 我不喜欢这个冒岩宽 想勾一个窄的冒岩的 姐妹们可以勾三圈 然后呢 如果你用的是河谷线的话呢 你可以勾大冒岩 勾大冒岩怎么勾呢 我们再加一次针 就是隔四加一 隔四加一 我们再不加不减的勾三圈 然后再开始勾花形 我们在短针的最后一圈 还有一个人就是什么呢 把我们的帧数 加到五的倍数 知道了吗 就是它的总帧数能够乘以五 我们引拔以后勾三个所帧 代表一个长帧 好的 然后我们还在这个帧目里 再勾四个长帧 二 一 二 三 四 好的 然后我们空一 二 三 四 空四个指目 我们再 在这里勾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在同一个帧目上勾五个长帧 然后一 二 三 四 空四针 开始下一组 一 二 三 三 四 五 好的 这一圈的花形呢 就是这样 还有一点要注意哈 这个地方空四针呢 你觉得如果你觉得这里不够 没有往上翘的小管 这里可以空三针 也就是我们的花形呢 就是四针为主 最后短针的最后一圈呢 我们这个帧数呢 就要调整为四的倍数 好不好 好的姐妹们 勾完了呢 我们开始勾这个花形的第二圈 第二圈呢 我们是要加针的 引拔完以后 我们在这个起立针这里 我们还是勾一针起立针 然后勾针到线 第二针一针对一针的勾 然后我们第三针的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也就是说我们在中间这个针目勾两针 左边的跟右边的两针呢 各勾一针 看到吗 这里呢 我们已经变成六针了 前面一针对一针 然后第三针呢 我们勾两针 总共是六针 现在我们在这里 在两个扇形花之间呢 我们勾一个短针 看到吗 好的 继续 勾短针以后 我们在第一针上勾一个长针 这里不是第一针 这是第二针 第一针一定要看清楚啊 好的第一针 第二针 第三针我们勾两个长针 第四针勾一针 第五针勾一针 好的 然后我们在两组之间呢 勾一个短针 勾短针勾匀针都是可以的哈 好的勾完了勾针到线在这里勾一个长针 第一针一个长针 第二针一个长针 第三针勾两个 也就是说第三针呢 我们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然后第四针第五针 一针对应一针的勾 勾完了呢 在两组之间呢 我们勾一个短针 它勾出来就有一点这样的波浪型哈 当然姐妹们这个短针的也可以不勾 看你自己个人喜好 好的按这个规律呢 把这一圈给它勾完 勾完了我们再来勾这个冒岩的最后两圈 最后两圈呢 我们试短针 姐妹们如果跟我一样配色的话呢 我们最后两圈呢 就要用这个另外的颜色 也就是配色勾 好不好 好的姐妹们 最后一组的最后一个长针勾完了哈 我们要记得哈 在这里勾一个短针 然后呢引拔哈 在这里引拔 引拔的时候呢 那我们现在请出我们的咖啡 咖啡 拿这个咖啡饮吧 好的把这个线 这个线我们可以给它剪断了哈 这个不要了 如果爱在你心中没有离开 好的我们把这个线呢 大家要记住哈 我们把它压在这里勾短针 一针对应针的勾短针哈 这个短针呢 大家勾松一点 不要勾紧了好不好 看到没有一针针一针的勾短针 好的还有这个短针这里也要勾哈 反正你看到针目不管是长针还是短针 我们都要勾好不好 我勾几针哈 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当然这个配不配色还是你自己的习惯好不好 你喜欢配色呢 你就跟我一样配点颜色 不喜欢配色呢 我们可以给它勾纯色也很漂亮的 好的大家看一下 勾短针呢就是这个样子 勾完这一串短针以后 我们又不加不减的勾一串短针 那勾完了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干嘛呢 可以勾两朵这样的小花缝在上面 这个小花朵呢我就不说了 因为前面很多课程已经都讲了好不好 大家自己呢把后面的部分完成 完成我们这个帽子呢就结束了 这个帽子的亮点呢 其实在这个帽颜还有这个帽身 大家看到没有 我觉得这个方法勾出来还是挺漂亮 所以把它介绍给大家 它整个呢有一点这个螺旋旋转的形状 还是蛮漂亮的 好的今天我们这个帽子的教程就到这里 全部结束了哈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